喊病律師陳俊翰在脫口秀節目受到嘲諷 也引發國人對喊病的關注 在喊病基金會還有多位的病友爭取之下 近年雖然有進步 但是跟其他國家相比 藥物的給付速度比較慢 受到詬病 而喊病基金會在去年底提出了 罕見疾病 創新治療 以及藥物給付建言書 一共六大訴求 衛福部健保署表示 會全力的提升喊病權益 去年收載了10項的喊病新藥 今年專款也會比去年增加11多億元